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上车开怼 这句话我必要好几个月 今天终于是念出来了 相信经过这次疫情 很多人都意识到买一台车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这个车呢 它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的 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现盘了 不过我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台车 再除了北京载的很多地区 已经不受牌照影响了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别人第一 唐DM 你跟我这添什么乱 我这正儿八经上大众图光L PHE为插电设护和动力板车型 你一个唐DM跟我这个车有什么可比性吗 确实是没有可比性啊 怎么着龙哥 直接认输啊 我凭什么认输 我说都没说我就认输啊 你有什么可说的 我就问你 举阵是L1大灯 你有吗 再看这个轮圈 我这台车选那个是顶配上有的22英寸轮圈 你那台车那个轮圈17英寸算上轮胎都没有我这个大好吗 而且咱就说普通版我这台车也配的是20英寸轮圈 比你那个不知道大到多少了呀 不是你车上的配置你就不要说了啊 要说L1大灯 咱们这个车也有 至于这个轮圈呢 它确实是小了一点点 17英寸 但是你要知道咱这个车它是SUV SUV车型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舒适性 是通过性 你把轮圈搞那么大 看着有多爽 用着就有多累 而且舒适性还受影响 那就不是咱这个车来的恰到好处了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圈小 它就算再小 咱这个车它也是中型SUV 尺寸在这摆着呢 你是不是看错尺寸表了 你应该尺寸明摆着全面输好吗 长 宽 高 轴距都不如我这台车 而且宽度你那个车 1839 我这个车1950 你拿什么跟我比大小 好意思嘛 管自己叫中型SUV 你多坐几个人 你不挤吗 难道 好意思 因为咱们这个车正是八九 那是加长的 加长之后这个级别势必是要提升一些的 而且你坐进这个车里之后 根本就感觉不到拥挤 因为它扑面而来的都是满满的得味 你就被整个这套设计所吸引了 你先说咱这个做工非常的精致 你再看咱这个质地 这个质地有声 旋轿是铿锵有力 满满的就是精工细作的一个感觉 而且为了让这个车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它整个这个内饰和汽油版车型是如出一车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大大降低你的使用难度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这两台车是相通的 毕竟它那车跟汽油版车型 也没什么区别 你说了半天真是一点关键信息都没有啊 龙哥 我这台车的内饰跟汽油版虽然差别不大 但是跟你那台车差别还是很大的吧 我内饰满满的科技感 你就一点都沾不上好吗 我这台车的屏幕比你大也比你多 前面这块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这边一块12.8英寸的多媒体控制屏 可以横竖切换 并且这个里头还可以发微信啊 刷抖音啊 发微博啊 看视频啊 你想想你那个车能干点啥 我就想好好开我车不行吗 你说那些花了胡哨的功能 有哪个是开车是能干的 那不都得停下来吗 那你车都停下来了 怎么就不能用手机呢 对不对你用手机你还能躺着玩 你弄那个屏幕那么大个 它用起来也不方便 从规定来说 开车的时候确实是不能玩 但是我开车的时候可以跟车聊天 不就是个语音操控吗 我给你表演一下啊 我想去天安门 第一个 稳稳的对不对 这不就是语音操作吗 哎呦 你一个十年前的固定磁足语音 你跟我这嘚瑟什么 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 现代化的人工智能 你好小迪 我动 给图1L放一首陈奕迅的十年 你行吗 不就是个点哥吗 咱那个车也行 来一首十年 请插入USB赛事 对 它就是提示你啊 咱这个车它有USB接口 说到功能呢 这个配置也是相当丰富的 你不要看它那车有那些花了苦哨的功能 它不应该是没有方盘加热吗 咱那个车不光方盘加热 还有座椅加热 这套东西那简直就是冬季之有 冬天能有这样的一台车 那是相当幸福的 哎龙哥 你那台车29万多 你知道吗 比我这台车贵4万多 合着就多一方盘加热呀 你怎么不说我这还有座椅通风的 是不是冬暖夏凉的 你那俩功能绑一块只能冬天用 夏天也可以用啊 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 更加凸显出咱们这个功能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 这段时间一直提示大家要勤洗手勤洗手 那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很容易残存在你手上 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功能就有了用武之地 你只要把这个方盘加热打开 这个温度就上去了 这个温度一上去 病毒的活性就下去了 根据这个科学的论证 它这个病毒是很难存活在50度的环境下的 那考虑到我这个手呢 在50度的环境下也是很难存活的 所以说咱这个加热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反复的摩擦生热 来提升温度 达到这个杀菌消毒的效果 所以说咱这个功能啊 设计的还是非常严谨 厂家确实用心了 诶大哥 你自己说那话你自己听得懂吗 我不给你扯的没用呢 咱们说空间说后排好不好 关于后排我就说两点 说多了欺负你 第一我这后排宽了 你这个宽的好处呢 就是你这边放个安全座椅 旁边还可以坦坦坐两个人 舒舒服服谁也不爱着谁 对不对 第二点 平 这个地一马平穿 我坐在中间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尊严的 你看看你那个骨包大不大吧 你还好意思说我这个隆起 我这顶过也叫后排中央隆起 您那个后排地板整个都垫高了 上车我感觉都有点费劲 而且坐进来之后 这个坐垫长度没有我这个长 高度还比我这个矮 整个这个坐姿就有点蜷缩了 那舒适性肯定是不如咱这个车 而且说到舒服啊 配置方面 我这个车也是非常丰富的 后排带有独立分区的空调 下方还有两个USD接口 整个这个表现 我觉得肯定是比他那个车强 全吗 不全啊 我坐着挺好的呀 我这个地板高 是因为电池容量大 对不对 而且你要觉得全 你就把这个座椅扣背 往后一调 腿往前一伸 哎呀 这个舒服的呀 这不是很好吗 是不是 你那个一点选择都没有 我这个就不一样 还有什么 聊配置是吧 你看我这个 后排独立的空调控制区 一个220V电源 两个USB接口 多么的丰富 最重要的是我的车 还有第三排 拉倒吧 就你那个第三排 谁能坐呀 我能坐呀 而且不仅能坐 我还能初六的坐呢 为了派你说我坐币 我前面还坐为男孩 舒服吗 舒服啊 是不是 再看我这个后排的装修 哎 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杯架音响 应有进入 我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儿坐在这儿也是不错的呀 他那个车都敢叫自己是中型SUV 我说我自己一米八怎么了 你不要总究着尺寸这件事说好不好 那更高级别的车型 不光是有更大的尺寸 还有更好的品质 尤其是行驶品质 那绝对是咱们这个车的优势 你不要看的是一个1.4T的打动机 最大功率150马列 最大扭矩250牛米 用的是六速双核一个变速箱 但是咱们有电动机啊 有了电动机的加入 整套系统综合最大扭矩 能够达到400牛米 这一下就风生水起了 而且不光是参数有了明显提升 整个这个动力响应 也是有了直光改善 现在这个车的加速 它更像是一个电动车 反应非常及时 而且你不要忘了 咱们这个车 它还有一个GTE的模式 GTE听说过吗 GTE没听过 我就听过GTI 那就够了 我们这些车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跟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三种车是你不能惹的 一个是公交车 一个是金杯 还有一个就是GTI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一个大公交 它能连续并几条线 一个金杯上面 它能下多少人 以及一个GTI 它能跑多快 咱们这车 它虽然不是GTI 但它是GTE 我今天就踩一脚 让你见识见识 这是什么叫做GTE 走 哎 这是这套钱吗 就这 好了 我都还没有踩 那我就超过你了 大哥 你还给我GTE呢 我不得不好好教育教你 跟你聊了什么叫三勤动力 我这台车前后桥各有一个电机 配上2.0T的发动机 前桥电机最大功率110千瓦 最大扭矩是250牛米 后桥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 最大扭矩是380牛米 配上发动机以后 我的综合最大功率是431千瓦 最大扭矩是950牛米 这个参数啊 再配上6速双离合变速箱 我这个加速那绝对是没得说好吗 啊 你这会赶紧追上我的屁股看一看 屁股上写着4.5秒 看见了吗 那个是百公里加速4.5秒 你一个加速8.1秒的车 你跟我这嚷嚷什么GTE 还GT 你记记了知道吗 肤浅 太肤浅了 那GT什么意思 GT说的是国人的Turing 讲究的是修旅 修旅你搞那么快干什么 开太快了 就容易错过路上的一些风景 这方面明显是咱们这个车 考虑的更周全一些 而且修旅什么最重要 那肯定是舒适性 说到舒适性 咱们这车方向盘 手感明显要比它那车更扎实一些 它那车太轻了 底盘呢 咱们这个车有了电池组的压阵之后 也能展现出硬的厚重感 开车很长了 既不会觉得累 也不会觉得烦 哼 我这个车转向轻呢 那是因为我这个家庭用车 考虑到男女双方都有可能开这辆车 所以转向轻一些 男女适用怎么了 再说那个底盘 你底盘硬 你就说硬 车那么多没有用的 我这台车主要为了家庭调教 调得软一些 也是非常合适的嘛 对不对 那你发动机那么大声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你看咱这个车 你仔细听 它虽然也不小吧 但是比它那个车还是要强一些 噪音大 也是考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好 比续航我还能怕你吗 那咱这电也充完了啊 咱这正式比起来 谁先用油就算谁输好不好 没问题 没问题我赢定 不可能我跟你说 你那个车那么多电机绝对费电啊 你你先走 我去洗手间 不不不你你回来你回来 我才想起来 你这人有问题 我怎么了 你这万一路上停下来去加油充电了 哎呀我是那种我大丈夫光明磊落 对不对 你不信我 我才不信你 你我也不信 这样咱们就把这个微信位置打开 这你总信科技是不是 咱都实时位置 我要停下来你就算我输 好不好 行 没问题 就这么着啊 你你走吧 我去洗手间 你快走 你快走 我觉得龙哥答应给我们比续航这个事情有阴谋 它不会那么蠢啊 不会往上撞啊 对不对 跟我比续航就算了 它跟比亚迪比续航 比亚迪在我心中那是续航之光 要不然就是它不懂航 基本上在我测试的纯电续航力 不管是哪个季节的榜单 比亚迪的车型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是相当扎实的 而且就单纯基数来说 它也不如我呀 我这台车电池容量将近20千瓦时 它的才12千瓦时 差不少呢 我NEDC81公里 它NEDC才52公里 跟我聊啥啊 是不是 我这台车顶配还有100公里NEDC的版本 我都不欺负它了 反正我今天就诚实 本分 开着空调 好好跑 我看它最后能给我玩什么猫腻 我是那种人吗 我能干出那种事吗 我告诉你 咱们今天比就要比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你22度 我也把空调调到22度 咱们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先用上油 我这会儿电量跑了50%了 而且我已经跑了50多公里了 以我对龙哥电池车的了解 它肯定是跑完了 而且它这会儿看定位已经停了 我给你打个电话 喂 龙哥输了停下来了 我没假呀 我刚才就去了个洗手间 去了个洗手间 你出发之前刚去的洗手间 你又上厕所啊 我这个岁数都去了 它洗手间 这不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对不对 而且你看我现在已经走起来了 是不是 走起来了 你这会儿走肯定 你不对 你走肯定用油了 我跟你说 你那辆车NEDC续航才50多公里 你怎么可能还跑呢 不可能用油 你仔细听 我这个车一丁点发动机的声音都没有 我怎么能用油呢 再说NEDC里程那得分谁开 是不是 我这么高超的技术 那对于它这个续航里程是有很大提升的 是不是 你就不要瞎琢磨了 我肯定是没有用油 我好好开了 拜拜 再见 大家听到了吗 我的发动机启动了 这会儿10%的电量 我的活动模式已经强制介入了 咱们讲诚信是不是 油介入立马就算成绩 我们现在刚刚好跑了100公里 我也不多跑了 反正我是赢定了 但是我看这个手机定位 龙哥为什么还能再动 一定有问题 这回绝对有问题 我必须点让他这个定位 看一下他在干嘛 前面这个是龙哥的图观摇摇吗 我不是吧 我来自以产生 我来自以产生 大哥 我先说我爱 我来自产生 让我来自身中心 我来自身中心 我来自身中心 感觉到达的 你和我来自身中心 感觉到达的